接着我们非常荣幸的介绍我们今天最以尊荣的贵宾 马前总统马英九先生 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出席国际同纪会台湾总会的活动 他特别提到游泳的安全 尤其是在他担任台北市长八年来改建了80座的游泳池 等于平均一年改10座 内水人数也从60人降到22人 另外马英九也分享了一段在花莲废弃海水浴场发生的小故事 让他体会到是在人为平日培养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有四个国中生去游泳 就去烤肉不是游泳 在那个摊上面烤肉 结果不小心脏潮的时候 结果就困在那个地方 那有一个四轮里面 那都是国三的学生 有一个就跑下来喊救命 就很巧的在旁边 也有三个国中生 三个都是国一的 也在那边考虑 其中有一个一看到之后呢 马上站起来 第一件事情呢 马上打电话求救 然后呢脱下自己的藏库 到周边去找 找到一个破旧的救生圈 然后游过去的时候丢过去 结果四个人都被他救过来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大惊失色 是何方神圣 结果一问之下呢 他的自己平常就很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想到 事在人为 有志尽成 他就会被人员 他就会被人员 那是一个人员 他就会被人员 一边的 也就会被人员